你們昨天衛環委員會是開到8點多 開到8點 開到8點 然後你下去你看到的是什麼樣的狀況 幫我們還原一下 因為我是幹事長 衛環蔣萬安在審那個食品衛生管理法 所以他那個會耗比較多的時間 那我不是衛環的委員 但是我也陪他們到結束 都軍啊 8點下來之後就很特別 因為衛環委員會 昨天的狀況是很特殊的 不然5點半之前就應該結束 下來之後理論上應該 立法院就比較早天黑 應該已經沒有人了 結果發現那個紅樓101的會議室 就這一間 就這一間 上面有紅樓101 裡面燈火通明很歡樂 我想說 那個立法院的員工 有時候會辦 他們會有團康 有時候甚至會練一練氣功 做做運動 我想說大概蠻特別的 我就去路過 要回去開車了 我去看一下 我看一下嚇到了 我想說這個不是步道大衛不是團康 裡面的紅布條是寫了 台北市黨部109年 基層幹部什麼什麼 因為我不敢進去 我只有外面偷拍 拍謝你去看 進去變社會心 一看到是國民黨台北市黨部了 那我還募集 那為什麼是台北市 國民黨黨部 因為我還募集一位他們的議員 郭昭妍離開 對這算某種程度算 那個算直擊 不要說人章俱貨 那因為我不好意思進去 就在那邊偷聽一下幹嘛 他們在講說講的有的沒的 一個是講說 昨天的那個反黨國的遊行很成功 我們會堅持這條路 結果你反黨國的遊行在那邊喊 現在選誰 結果你佔用立法院的 佔用立法院的會議室 他們自己都沒有想 沒有反省的能力 那所以這個我昨天就 因為後來也忙 那我就 我就把這個狀況 就告知了一些朋友 也很感謝三立 第一時間竟然還可以趕到 那個才叫直擊 兩包 人章俱貨 其實你們拍到那個畫面 還不是人最多的時候 他們慢慢有些 零個餐盒都離開了 我在的時候大概有200 那我為什麼後來 會對這件事很介意 第一個是政黨 絕對不能夠利用公家的資源 這是政黨 不然統書長也進來 有個國民委媽 介就進來了 政黨跟社團不一樣 有時候什麼環境團體 一些公民團體 他們會借用來這邊開會 講公共議題 政黨你就透過 立委明義代表就好了 政黨是絕對不能進來的 第二個部分 晚上在這邊開 幾乎是立法院的駐衛警黨 他沒辦法 兩百多個人 門互動開 他如果今天 DDR 跑進去議場 因為今天是院會 跑進去占領了 駐衛警根本來不及 太陽花爬這麼辛苦 還失敗兩三次 他就爬进去就结束了 所以这种党政不分 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 现场主持的不是借用 这个会议室的赖斯堡委员 赖斯堡委员是用 公厅会的名义借用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保证 我们党团主席说 不是以前公民党就这样开会 我们都习惯习惯了 已经施德哥尔摩 症候群都出现了 我们党在立法院开会 都进雄了 他们没有感觉了 然后可能 可能那个承办的工人也没有感觉 他们长期在这边用 然后办很欢乐 大家还怕议员来 党部主委叫做黄吕锦茹 对 他受访的时候要讲什么 他说跟食安有关 他们的议题在进行 用什么关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赖斯堡主持 找国民党党部干部来 我也没有意见 他们是台北市党部的基层干部 座谈会 赖斯堡是用公厅会 那个是名义是骗公务人员 使他灯载不实 最有行责的 那个黄吕锦茹主委 他讲说 我们常常借用 灌犯 第二个 我们在台北市议会也这样干 他其实到处开花 国家就是我家 所以他们这样办的 原来是 他们习惯了 所以前一天 再跟人家党国不分 隔一天 用公家的资源 在开他们党部的会议 这个真的不会更小 结果 后来怎么样 今天我就开记者会 我把这个来龙去脉 跟大家报告 那我要求第一个 党主席就在党团 江启臣 对 你手下的是党部 滥用党国资源 你也出来道歉 对不对 你党主席要出来道歉 第二个 国民党的党团总召 林维州 现在他还在占领议场 第十二次占领议场 不给开会 你白天占领议场 不让正常的会议进行 晚上你占用立法院的会议室 来开你党部的生日趴 把你党员生日当国庆日 这个两个很万倍 都没有道歉 所以我觉得最可耻的是谁 江启臣主席 他竟然说 就合法借用 有问题就是游锡坤院长 你合法借用是公厅会 你是总召都说 这是生日趴 主委在主持 你如果党主席的道德水准 到这个地步 你说游锡坤 游锡坤真的 他也就算了 他不知道 基层公务员 今天早上 林细思家秘书长 已经说要懲处了 你让他更载不实 他可能碍于你的淫威 不敢去拒绝 但是这公务员 也有问题 其实长期这样子用了 他却没有让长官知道说 郭敏总这样不行 他要加班 他有加班费 这个倒不会亏待他 但是这个一旦不抗 国民党他有刑事上面 那个征载不实的责任 这个公务员 一定要被懲处 谁要帮他扛 赖世保可以帮他扛吗 我比较不能理解 是怎么文基处理 可以插成这样 有三套版本 赖世保说是 就那天 礼拜天的游行 做心得交换 黄吕锦卢说是要讨论食安议题 林维州说是庆生 三个人讲都不一样 先串贡完再出来谈一谈好不好 就是你先串贡 你如果是庆生 那我真的很想问林维州 你庆生有比较好吗 就是你原本是说国民党问 你现在搞到变 帮国民党的党员庆生 这样有比较好吗 其实坦白说没有 你庆生去钱贵就好了 你干嘛要在立法院庆生 大家又很拘谨又不可以喝酒 又不能吵闹 不好玩嘛 那来了 刚议员只讲对国民党明明就有这个 就有地方啊 对啊 中央党部的11楼就是一个空的地方 我讲了嘛 那个时候借给那个 原本是丁首宗选台北市市长的办公室 后来借给韩国瑜当台北办公室 我们还追了好几个月 说你根本没装潢都空了嘛 然后每一年国民党新春团拜 都在11楼12楼 那是一整片空 还有行政立法会议他们也是在那边办 对对对对对 可以两三百人啊 或者是智库也有大型的会议室 智库也有大型会议室 所以其实坦白说有很多地方嘛 那为什么会在那边借 就他们习惯了嘛 他们就反正我就是立法委 我就在那边借 我也没想要另外借 那这个心态才是大家要讨论 就是说党国部分谈的 真的不是你要去A 那个一千块两千块场地费 也不是你要去A 那个一百块两百块电费 谈的是这个心态嘛 就是为什么你会觉得国家 就是你家这样的心态 那这东西是被人家抓爆 那当然了很多人觉得这是小事情 可是问题是这小事情 就变成是你敌对政党攻击的一个方式 你为什么要在那边一副 就是完全就没有 不设访就在那边开会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应该搞清楚 很多事情是政治上 当然是有大事情 可是很多小细节 会影响你整件事情的成败 甚至是政党的形象嘛 你好你就搞清楚 你今天讲白 今天行政院之前被攻击小兵 也是因为小编做梗图嘛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搞清楚后 国民党不会受到那么多杂音 他会比较好一点